今天跟大家介紹這一台 寶龍的旗子機 4.25V 它有8段扭力 8扭 然後有6段扭力可以調整 然後 有電源顯示器 然後充電是TOP-C 那今天為什麼要拍這個咧? 拍這個今天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這種小旗子機的差異性 那我們就 用這個 示範 我起字頭是不變的齁 我們先拿這個 我們常用的 起字機 我們來拆這個螺絲 OK拆可以 你看 它非常明顯 這個滑掉 滑掉就是導致說什麼咧? 導致說這個十字頭啊 常常就BUG啊 有沒有 我們剛剛 馬上弄有沒有 它就BUG啊 容易崩牙 對 然後我們現在 換這一種 它扭力比較低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速度比較慢 我把它設定在3這邊 我們先做拆卸的動作 OK它沒有滑掉嘛對不對 對 那我們鎖 它幫助到的時候它就自己停了 對 所以它不會造成說螺絲損壞的問題 我們旁邊這裡有一個螺絲 一樣把它鎖緊 所以這蠻適合說齁 一些修理電器的齁 比較不需要大扭力 再來就是速度不需要太快的再使用它 然後 它很輕啊 非常輕 我做比賽我看一下 它 只有283公克而已 重量283公克而已 對對對 這個推薦給大家 OK 謝謝 一些 這個是 我們 你